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 我们一年没见 去年见 今年第一次一起学习论语 上一次算是我们谈诗生之道 为诗之道告一个段落 今天我们进入为学之道 等于我们怎么当学生 那这个《佛经》当中 谈到这个学习的态度 有用比喻的 我们常常说法器 学法的人要想法器 器是器皿 比方说这个杯子 那我们现在要学习了 假如我们的心态 是这个杯子是 付杯盖子的 那这个茶就倒不进去了 所以 无法接受 善知识给我们的焦躁了 那怎样是这个情况呢 比如 精神不济 听的时候呢 半梦半醒之间呢 那这个就吸收不了了 当然这个时候还是 先睡饱 或者心神不宁 这个就不是没睡饱的问题 可能心事重重 心不在焉了 那这个法就进不去了 当然 比方说 傲慢的 那三十四的东西也入不去了 我慢高山 拔水不露 所以 老和上说 学习啊 当学生三个态度 很重要 第一个呢 尊师重道 恭敬 我们待会用论语的句子来 提到好学生的 句子最多的就是言回夫子了 那这些好的态度 他都具备了 那印主常说的 一分沉静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 得十分利益 第二呢 就是 清白 那清白就是你要归零了 我学的挺多的了 那可能跟老师抬杠了 所以为什么开三个条件 你以前所学不承认了 我们觉得自己有什么 那要吸收善知识教会 不容易了 那第三呢 是好学 很主动 好 那像这个 好学的态度啊 那才会主动预习的 才会情欲温习的 那这个都是主动的态度了 第二种情况啊 污气 污染的 这个杯子了 杯不干净啊 那 这个老师的东西 装进去了 也不容易了 因为他心怀沉溅 批评 抵触 坚持 己见 先祝为主 这个是属于 他沉溅太重了 那另外呢 比方说 他带着功利心来学 这个也是然物啊 很多人学习是为了 这个老师名气很大 我去乡一个经 我回来 走路有风了 那用这样的心要学到东西 不可能的 那就变成 可能自己有解脱的机会 最后搞明文利 在哪里搞 在佛门搞 在圣教里搞 这叫批犯如来 拿如来去做生意 去搞明文利 这会破坏佛门形象 那这个是堕阿比地狱了 一个人 比方说我们遇到老和尚 这是无量节来 脱离轮回的法源 那我们因为有明利心了 最后搞到地狱去了 那这个差别就很大了 所以老和尚说了 学习传统文化 首先呢 真诚心 恭敬心 还有一个是亲敬心 绝对不能带有 财色名利这些 所求 好 第三 这漏气 这个杯子 都冻了 那是边装边漏了 如被穿漏了 纵然接受老师教诲 留掉了 比方说 不及时温习 谁即遗忘了 这个比方说我们 一起研讨完了 当天稍微再看看 印象深了 或者再思维思维 今天有听到什么 稍微把它记下来 当然你现在也可以记 可是呢 不影响你专注听为 不然我们的 这个客观 来检讨一下 我们抄的那些笔记 基本了 拿起来看过吗 那你抄要时间 抄的时候 对你听的专注 有没有影响 我没有说 可以抄或不可以抄 我什么都没说 修学的人 要很清楚 自己的状态 不能 我没抄 好像心里不是很舒服 那就是一种执着 你要看你 有没有学习的效果 有没有受用 不是你本来的习惯 就是好的 你要检讨检讨 好 那 不及时温习 随即遗忘 再来 你还要时时温习 温固而知心 不然久了 还是忘了 而且 我们所学的东西 真的要纳在心上 那绝对不是两遍三遍 能办得到的 要多熏几遍 甚至于 多熏几遍之外 还要把这个教诲 解形相应 那你行了之后 你的解了就更深了 那真的就变成自己的东西了 好 那佛啊 在讲一部经以前呢 都会有一个 对我们的 态度上的 提醒 地听地听 善思念之 是吧 所以老二上 怕我们忽略了这句话 有一个专题 善学佛法 与传统文化 就强调 地听地听 很恭敬 很专心 而且不会听错了 听偏了 善思 会善思为 念之呢 那就不能忘 要落实在 善言 善行当中 这些都是态度 态度决定了 我们学习的收获 不是 态度决定成功了 成就了 不是 成功之后 再来改变态度了 这不可能的 所以地听呢 专注听闻 那很专注了 那就听一句 就那一句了 这个就 断了 像 负气 我们刚刚第一个 错误的态度 这个杯子是盖着的 进不去了 所以断了 负气的 或失 第二 善思 善思为 如理思为 断乌气 就是不要 夹杂自己的 想法 看法 我执 我见 你都是用经典 在思维 这个 断乌气 过 那念之 常常 念着 常常提起 那这个就是 领纳受持 不能学完之后就忘了 你看孔子的学生 孔子教完教诲了 这回蜉不明 那学生马上 我虽然不敏捷 请示私语 我一定好好把 你的教诲好好去做了 这个就是断露气过 不然学了就忘了 佛经里面也是说 欢喜 信受 相信 接受 好好去落实 坐礼而去 这是 佛法当中 用 法器 这个器皿 来比喻 我们当学生的态度 好 那我们现在首先 第一大项 谈的是 学习 纲领 我们当学生 学习要掌握 纲领 老后上 第一次见 张家大师 那我们看 老后上 求法 先切 在座的同修 应该有见过师父的 请问大家 见到师父的时候 有没有请教问题 你看脑上的态度 一见张家大师 请法 而且那请法 求道很切 老后上说 我知道佛法很好 有没有 这个 方法 可以很坏的 气度 这干真的 不是干假的 不是拿来消遣 是要入境界的 我们现在末法 修学 求解 不求证 很喜欢听经 听得挺乐的 没有求要入境界 首先 心要越来越清静 烦恼要越来越少 有受用 有受用 不能拿佛法来消遣 而且我们自己 争得受用 有一些功夫 比方说 以前 以前常容易起情绪的 你家里人都知道你情绪很大 现在遇到是 阿弥陀佛 是吧 家里人对你刮目相看 这个才表得了法 在谈得上 为人眼说 正己化人 陈德对佛法有好感 是我母亲先接触的 她一接触就是念佛法门 最明显的 烦恼少了 那就给我们当子女的感觉 很好啊 当然希望自己父母 烦恼越来越少 然后就主动跟母亲 去共修了 一共修 他们在听老上的录音带 那时候只有录音带 而且是讲无量寿经 当时候也不懂规矩 这却讲这么好 拿着无量寿经经本 在记笔记了 不懂规矩 把那个经书写 写了好多老上讲的话 所以自己确实要有真实受用 展现在亲戚朋友面前 听经的目的是要明理 听经的目的是要依教奉行 听经的目的是要断以身心的 你信了之后还是要依教奉行 我相信有极乐世界了 那你还不念佛啊 你相信极乐世界这么好 你还不去 那不是太愚痴了吗 你真相信了 你一定会去愿的啦 中了佛门第一特奖 哪有不想去的 知道了极乐世界了 还不去 非语即狂 不是愚昧 就是太狂妄了 广望表现在呢 我靠我自己 那就有点 不知道自己有几精重 这黄念族老居士怕我们 这个 断送了 这一世了多生死轮回的机缘 特别提醒 不管你学哪一个法门 当然这个法门是大乘佛法 你只要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生了多生死 不可能 还有人家还说我斗胆的说 哎呀 有时候看到这个治理行间都流眼泪 斗胆是慈悲啊 我们真的是要很恭敬啊 看这些祖师大者的法语啊 他们真的是同底大悲啊 用法来 护面我们 好 好 那 刚刚跟大家提的 这些修学的心态啊 都是老和尚啊 在十年姻缘当中教的 老和尚这个开示啊 不多听几次啊 那铁定们 我们跟老和尚的心不够相应 不然你 越听越想多听几遍 为什么 和盘偷出 老和尚怎么求学的 他三分之二都谈老和尚怎么求学 三分之一才是后面呢 出来红法的 这些宝贵的经验 好 那刚刚提到的 你看老和尚跟张家大使学习 问的问题很有水平 怎么 赶快能弃路 张家大师 关机 老和尚那时候才二十多岁啊 二十六岁啊 心可能会有浮动啊 所以张家大师呢 没有回答 停了半个小时 你看人家老和尚也 停了半个小时 那个就是一种对老师的恭敬 假如是我们呢 心里就开始发毛了 怎么没回答呢 啥情况啊 可能就很多想法都冒起来 哎呀 怎么还不说啊 我看我走了吧 所以老和尚得法意啊 都是来自于 从小就对老师很恭敬 老师不说话了 他就恭恭敬敬的坐在那里 老师开三个条件 他就接受了 这个都是恭敬的体现了 张家大师的回答 有 后来又不说话了 停了七八分钟 说了 看得破 放得下 这个就是刚领 佛法就不离这六个字了 看得破是解 放得下是醒 看得破 是明理 放得下是功夫人 看得破是观 放得下是指 看得破是 看得破是知过 放得下是改过 修行啊 就这六个字啊 看得破是 看得破是 看得破是会 看得破是会 放得下是定 定会等时啊 这个刚领 说出来 接着老师还问 从哪里下 张家大师说 布施 佛门万恨 以布施为先 布施就是舍 因为 一切众生 就有如来 智慧得相 但也妄想 执着 不能正德 我们本来就有 如来的智慧得相 我们现在要把 妄想 舍掉 恩别 智慧 舍掉 尤其最重要的 把自私 自利 舍掉 布施就为别人 为众生服务了 慢慢把自己给忘了 有自己 就很容易有烦恼了 我贪 我撑 我吃 我慢 都是烦恼 所以 了凡事须说 改过 有从事上改 有从理上改 有从心上改 从心上改 是最直接 最根本的 比喻 这棵毒树 很不好 怎么办 直断其根 你把这个根本切断了 他所有的危害就没了 所以我们所有的烦恼 哇 纷繁复杂 根是什么 我 把它切了 所以老上的妙法 念念 为他人 着想 把身心都布施出来了 不为自己的 为众生的 这一个妙法 我们真肯做三个月 不懈怠地做三个月 自己都烦恼清了 智慧跟着长 真的佛法管用 好 所以这个是张家大师 给老上 修行上 首先把总纲领告诉他 那我们从鲁家来看 那当然 夫子有很多教会 都把纲领说出来 无道义惯之 这忠树之道 其实就是用真心 忠树为道不远 就是用真心 跟老上讲的一样 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 那我掌握住了 忠树了 那不可虚于理 我现在对家人朋友 我有没有言以利己 宽以待人 能够宽以待人 就不会生那么多闷气 就不会看这个不顺眼 那我们举一个掌握纲领的例子 这个 翻到讲要第十二页 地址 入则孝 这个句子我们应该很熟 地址归就是依据 孔子这一段教会 编程的 那这个也是李玉秀夫子 知道这是老侯上 指导我们的纲领 不是 是老侯上没错 什么时候叫我们 要扎地址归的根 也是孔子 知道我们的纲领 我们看一下 李老的注解 地址是求学之人 学必有诗 所以故称地址 而且 法华经说的 善知识者 是大姻缘 我们求到是个姻缘 里面最关键的 最重要的 就是依止的老师 所谓化造 令得见佛 我们要靠善知识的缘 他引导我们 启发我们 我们才能 见佛就是恢复自己的自性 儒家 子章问善人之道 善人怎么修道 所以善人再提升 是修道人 善人喜欢做善事 他不一定愿意 改脾气 那你修道人 不能不改脾气 不然你就提升不了了 也积累不了功德 常常自己一把火就烧了 火烧功德 善人怎么修道 孔子说 不见机 亦不入一世 见机 你要跟着脚步 谁的脚步 跟着老师的脚步 才能奔膛入世 这个成语 大家熟悉了 你不跟随老师脚步 不能登堂 老和尚在十年英语里面 说到了 佛门 传法之人 没有别的 听话 跟着老师的脚步 老师听话 真干人 好 所以学必有失 那所学 所求之学 有其先后 知所先后 择敬道理 所以 当学生之道 也要知道学习的先后 我们现在 学习的人很多 成为社会的 动良之才的 不多 为什么 先学才能 不是先学校替 先学才能 没学校替 会容易傲慢 会容易 明文立 会容易很爱表现 你看明明他很有天分 你看学那些才华 学那么快 可是 你德没有先扎稳的 对他们来讲 不利了 所以我们 看到这个 先后 其实也是本末 我们一看事情 能不能判断 本末先后 看似要入目三分 不能看得太表面 看似看表面 就容易着相 着在表相上 林哲徐先生 实无意 你看他看什么事 看根本 这样人生才不会耗在 本末造智 舍本 竹末上 我记得 我 二十年强刚出来 推广 传统文化 见到一个 教育界的 前辈 看起来应该差不多五十岁有 我当时才三十出头 他也很敢 他现在的教育 极控 尽力 舍本 竹末 他就给我讲了这八个字 我印象挺深的 那就不求本 无本之学 遇到现在社会的诱惑会怎么 连根拔起 所以林哲徐先生 谈的 实无意 纯心不善 风水无意 现在人一场八字风水 很感兴趣学 学到枝末上面去了 心才是本 极胸后腹的本也在心 不孝父母 奉神无意 兄弟不合 交友无意 孝提是本 我们这一段 孔子的教诲 入则孝 出则涕 行止不端 读书无意 心高气傲 博学无意 他学了很多的学问 很多的才能 他慢心已经起来了 这个学问跟才华 会毁了他 他的慢心越来越长了 他那个傲慢 铁定会让他得罪人 最后就有人会 找他麻烦 历史当中有 才华很高的 讲话都很苛刻的 不给人留面子 最后都被均往 处理了 所以才能生之灾也 才华才能 为什么会赶来 人生的灾难 我相信 我们曾经在职场里面 应该会遇过 我还有同事 才华很高 但是讲几话来 都不给人留面子 他铁定会出现障碍的 所以这实无意 我谈的都是根本 我们得尝尝温习温习 会觉得林哲学这几句话 不能掉以轻心 要重视起来 时运不通 我们上次也提到了 忘求无益 我们很多的烦恼 都来自于爱强求 会强求发展的机会 强求婚姻 很多年轻人 对这个很困扰 困扰到睡不着觉都有 不是对方造成你 睡不着觉的 是什么 自己太强求 太贪求的心 折磨自己的 不是风动 都是翻动 你自己的心动 最近遇到个年轻人 才十八岁 谈感情 然后还是见了对方父母 结果对方父母 嫌他看起来太小 娃娃脸看起来太小 然后不是很同意 你看这个对一个女孩子来讲 我被生烦恼 我跟他交流 该是你的 跑都跑不掉 不是你的 强求不来 看着不 放着下 人世间的缘分 一丝毫勉强不得 你真的体会到这点了 你在五轮关系里面 就不容易生烦恼了 朋友之间 君臣之间都是一样的 强求不得 那上来引导他 人跟人之间都有情世的因缘 好 那铁定 对方的父母 跟他过去生缘不好 那怎么办 转这个缘 怎么转 首先不要让他们生烦恼 这个是策略 我继续越境又在思考 应该要好好学习英文 再来规划 规划 比方说 他现在不希望 结果你还继续跟他 儿子每天很密切 你不是让他这个心更 更担忧 甚至更 起伏 甚至对你更有看法 该是你的跑不掉 先互相静一静 你们才18岁啊 你要好好提升自己 你谈感情 你是希望走路家庭 你要提升的还很多呢 而且你这么一做啊 你让对方感觉上 你在替他想啊 你不想让他难过 这是对方的父母 可以感受到的 再来呢 这个男方呢 他会感觉到你在 不为难他的父母 或者他的情况 这都是人跟人在 无形当中 在交心啊 不能强求啊 不然你这些冷静的智慧 都出不来了 再来每天念佛 修行功德啊 给对方回向一下 这个都是转变姻缘 好 这个 我最近呢 找一些年轻人呢 来聊一聊 我主动啊 找年轻人来聊 我怕到时候讲起话来 没有年轻人的频道 什么 因为你学习者要多一点年轻人啊 不能不能你你一个道场里面只有老人 没有年轻人啊 那这个谁来承转呢 还有一个年轻人很困托 困托什么 男女问题 所以我看半学啊 还是男女方面比较好 尤其在十几岁的年龄啊 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啊 那个年龄啊 你还没有定力 饮食男女啊 人是大欲存烟啊 所以这个机会点要抓住啊 要引导他们怎么去面对两性啊 他说很困扰 很多男孩子呢 在追他了 结果呢 他说他一谈了 什么都是他们用的词叫杂男 是吧 还是杂男 他自己就很难受啊 我说铁定是这样 他眼睛瞪着我 铁定是这样 我说你这个年龄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读书啊 所以呢 比较有责任感 比较成熟的男的 他一定是认真读书的 所以你怎么挑都是杂男啊 为什么会来追你的都是什么 都是不认真读书的 而且 都是贪你的色的 因为这个女孩长得高啊 长得漂亮啊 然后我就跟他分析了 你们这种年龄啊 男孩子 比较幼稚 诸位男士啊 我们也曾经十三四岁啊 那个时候啊 十四五岁的时候 那个女同学都嫌我们幼稚啊 他们发育成长得比较早啊 所以 这是 一个客观的分析啊 那你谈感情的目的是啥 那不是也是要 进一步是要谈对象嘛 那你既然是这个目标了 那你现在去教啊 那统统不是太适合的 你现在要提升你自己才对啊 缘分是感召的 朋友也好 另一半也好 都是感召来的 连子女都是感召的啊 所以应光祖师有求子三要啊 教我们怎么感召好的子孙呢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所以一个读圣贤书的人 爱要圣贤教诲的人 不会去找一个每天打麻将的人来当朋友吧 他不相应嘛 好 那这个 时无异啊 好像又开的有点太远了 时运不通 望求无欲 这个不是时间 不是工作的时间因缘 你 连婚姻这些事情都是这样啊 你不能 不能强求了 强摘的瓜不甜啊 道法自然啊 神居目端 岩滴实川 水道取成 瓜熟地露 万物皆从盛熟德啊 道法自然 不要强求 熟果不摇 番智若 那个水果熟了 你不用摇它 自己掉下来 马来西亚的琉璃 是自己掉下来 深情谁患 去惊飞 过来过来 它就飞走了 你做那些动作 反而适得其反 所以人一攀缘 你本来希望跟他关系出好 你越攀缘 他越讨厌 对啊 所以这个分寸拿捏好 不要强求 所求之学 我们十三页里面 第一行讲的 要有先后 要知道本末 孔子以四科诗教 德行言语正式文学 所为德语 先正其心 后为文学 由于一言 后为文学 老和尚 老和尚 常常讲 知难行欲 看破难 放下容易 你真看破了 你就放得下来 我们之前有比喻 真的知道极乐世界是黄金 真的知道 说服世界是粪便 你拿哪一个 你真清楚了 绝对拿黄金了 所以认知 了解真相 很重要 我们了解 真正了解的本末 你不会去 常常在那里 支支摸摸 你还会在支末里 一直转 一直放不下 就是认知不透 不深 那你看孔门四科 第一个是德行 德行要以孝涕野者 其为人之本 那请问 我们修行人 几个人在孝涕当中下空 听的变数不少 有没有认知 深刻了 不一定 我们所有人际的状况 是从哪里投影出来 从跟父母兄弟的相处 投影出来 那个是源头 那个是本 所以为什么 林哲徐先生说 兄弟不合 交友无意 你连手足都 不好好相处了 你那交朋友 哇 交了那么多朋友 其实都是 厉害关系的朋友 不是真正道义的朋友 我们得检查检查 我们自己认知 有没有到位 有没有重视 你看言语排第二 我们有没有好好重视一下 好我拿四个小时 六个小时 来学习学习 怎么讲话 我们看地址规里面 快三分之一都是讲言语 隔岩别录 宏仪大师用心两骨 特别从隔岩连壁里面再调精华 他老人家已经看到未来的社会 人的时间有限 老儿上也看到了 读什么书 都把重点给我们挑出来 有一本老儿上读四书 把四书重点给我们挑出来 那个文档我找一下 可以发给大家 读新旧约 把重点挑出来 月围草藏笔记 你看老儿上都有 只要他有时间读了 他都想着众生 把重点挑出来给众生 都替众生在着想 下年居老君是为什么 进修节药 我们能体会他们的苦心 他们的加持就到了 密宗说三种 根本 其中一个是加持的根本 就是本尊 本师 上师 上师 那延伸开来 你对这一个祖师 大德 非常珍惜他的教会 他的加持就到了 这个感应是不可思议的 那比光束快太多了 那这个英语我们都要重视起来 正是 怎么做事情 怎么管理众人之事 其实说实在的 这些 这些 教会都在哪 都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你每天都要锻炼言语的修养 每天都要锻炼做事的 能力的提升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所以这种正事 办事能力 不用别人推 自己很用心的 一来总结经验 二来多读书 你看论语 半顾论语 至天下 诸位忍者 你们不能学论语是 我们每一次 论语讲要才翻开 那我就太对不起大家 误了大家了 怎么论语 你有一天没有翻它 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 你没有用上 你假如每天办事的时候 论语的句子出来几遍 温故自清翻一下 对他的领悟越来越深 学而忧则逝 你学的东西要干嘛 要用出来 以前读书人学的是去当官 我们现在读出来 用在五轮关系上 用在跟另一半沟通上 用在教育子女上 用在上下级 朋友相处 还有文学 这第四项 那这个注解说 你要先正其心 是得欲 后为文学 由于义 这个先后顺记很重要 一个人有正其心 一个人有得 请问他学一门艺术的目的是什么 自立立场 他学艺术的目的 不是 陷在那个玩乐里面 玩物会上智 对一个东西很有兴趣 就陷在里面 拔不出来 因为 他没有先以德行为本 变成立了 当然有一些是成立在不好的 打游戏 打到两三点四五点 整夜没睡觉 我现在发现 这个不是学生 成年人也这样 我这一次到澳洲区 遇到一个女士 她说她先生 打到玩具 打到半夜 结果 她劝她先生 你可不可以戒掉 哇 她先生给她开条件 开什么条件 那你也不要去佛堂 好 诸位女同胞 你会怎么应 修学的功夫是什么 放下 执着 你现在眼前 你最轻的另一半 你要护念她 先把这个戒掉 那你得横顺她 可是你在横顺的过程 是在展现佛法 你看你可以为了她 把你的罪爱 暂时放下 她会受感动 但是我不是教你 不要听经 你在家里 听经文法 要更认真 首先你真的放得下来 你就会震动到她的心 是吧 你看我太太 为了让我改掉这个坏习惯 她能忍痛 割爱 这样你跟她的一种真心的互动 就开始转起来 佛法是学不执着 世事无碍 老和尚是学华言的 我们跟她老人家学 要学到她的心法 好 这个我们看到 她是先重视德行的人 她在学艺术 她就能够依于人 由于义 然后依于人 然后可以提升到 聚于德 智于道 她是融在一起的 比方说她学古庭 为了什么 讨厌自己的心情 进而她可以去传授给别人 自行化她 假如这个坛古庭是想着 我学一年之后 可以说教学 可以收费 你说她能学到精髓吗 她也是学文艺 她学不到真东西 而且会把她引到 搞明文力 现在很多艺术 都是以这个为招牌 学书法 保证 一年学会 以后你可以开班 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这个都 跟 得行为先 都是相违背的 最后 说实在的 都会误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好 那我们看 一开始讲 入则孝 此说 在家庭必须 孝养父母 身心 俱安 而养心 尤为重要 因为 平时 这个家里不是很有钱 俗水 成欢 俗是 豆类的 总称 就是 这是很平常的食物 可是你 以很恭敬的态度 侍奉你的父母 父母会非常欢喜 不一定是要山增海味的 所以这个养 故的心 最重要 你 和颜月色 很恭敬 即是净孝 那这个养心方面 所以净孝 不能粗心大意 要善体 清心 那 太上感应篇 汇编 有一段话 跟大家一起来交流 假如您手上有书 感应篇 汇编 224页 看看 知道 这一段 一位 读书人 罗氏 讲的 可以打到 我们群组里面去 刚刚 诚德讲那一段 在佛门里面 学习的态度 法器 不能做 腹器 污器 漏器 这一段 有这个资料的 也请 发给大家 这个叫 及时分享 这个七个及时 不是死的 因为大家刚好 刚刚听相关的 一分享了 你可能下完课 就会看 假如再过三天 这个 十节音源就 凉了 这个时候 可能就没那个效果 我们看 我们有时候看到 古人这些教诲 会很感动 一定是他下过的功 不然不能谈得那么细 孝子 是清 不可使无亲 有冷淡心 感觉被子女 冷淡 那我们 就要能体恤到 父母的心情 这个比方 父母会体恤我们 工作繁忙 怕 会不会打扰到我们工作 父母体恤我们 那我们可不能 对啊 我工作很忙 他就站自己的角度 这个 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同仁 我们刚好半班了 有长他一辈的 长辈 跟他住同一间房 结果他工作很多 每天早出晚辉 结果同仁的长辈就觉得 这个年轻人是不是 嫌弃我们年纪大了 跟我们也不怎么谈话 互动 你看假如我们年轻人就觉得 我工作很多 你就没有去体恤到父母 或者体恤到 跟你住在一起人的感受 说实在的 你去注意到他的感受的时候 并不是你要花很多时间 我觉得我们现在都着在像上 都被这个时间 这些像 影响了自己的真心 你有心的人 你一定会去主动做一些事情 比方说你当父亲的 你很在乎孩子 哪怕你工作 哪怕你工作再忙 你手机少滑一点 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怎么会没时间 你给他 讲一个德育故事可以吧 一天讲一个 一年能讲多少个 我们不要说多吧 两百个就好了 你看那孩子会不会感觉 我父亲很爱我 他再忙 每天一定给我讲故事 对啊 你看 你花的时间不多 孩子还能 很能体恤你 因为你 把他放心上来 他当然把你放心上来 依报随着正报转是真的 正报是我们的心 跟父母住在一起 或者是刚好父母 抽空 到城里来看我们 你工作再忙 你陪他老人家坐下来聊聊天 包含跟老人吃饭 毕竟年纪大了 牙齿没有那么灵光 你可不能 妈我吃完了 就在老人家一个人坐在那 那个桌上 有冷战心起来 所以真正 我们古人 这些从小都学的 跟老人吃饭 不要先放筷子 是吧 看老人还在吃的 吃饭一点 不然 每个人吃很快了 老人家一看 就很紧张了 这个设身主地 从哪里面 从对父母 从对家里的老人 所以老人 老和尚常常分析 所有的问题 你看世界冲突那么多 问题在哪 家庭 夫妇关系 一个人怎么跟人相处 都是从家庭里面的 氛围里面熏出来的 家庭教育是根本 我们当父母的 常常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我想我去找到一个老师 我就万事OK了 这个都有舍本足末的一个心态了 老师是个住员 是助你的家庭教育的 不可使无亲 生烦恼心 什么烦恼 这么晚了 儿子怎么还没回来 媳妇怎么还没回来 他开始担心了 烦恼 想到这里要串回 自己十几岁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很晚 父母都在那等 一来应该先打一通电话 二来 纵使打了电话 也是不能太晚 那可能 我工作很多 都是自己的角度 常常是这个心态 你大乘佛法 你学不出圆融出来了 你练不出 是事无碍出来 你有两难的时候 就是考验你圆融 使用智慧的时候 你工作虽然很多 你分析分析 哪一些可以先回到家 再来处理的 有时候我们做起事来 也会产生执着的习惯 那种执着境一来 我得干完 我才罢休 是吧 做事会形成执着点 我有一次跟一个同仁散步 在南比的非常美丽的环境 散步散步 刚好前面有一块木头 挺粗的 这么短 摆在他面前 他就跨过去了 也没把他移到旁边 然后我就停一下脚步 我说你脑子里 是不是还在想刚刚的工作 他说 你怎么知道 他看到那么大块的木头 我都没把他移开来 心不在焉 散步 心要安住在散步的姻缘当中 你虽然在散步 整个精神是紧绷了 还是想刚刚那个事情 这样 你越做事 你修行修不惨 你可以专注做事 不可以陷在室里 因无所住 已经是散步的姻缘了 你就要在散步当中 心里念佛 看看风景 说不定就给你做事的灵感 就是这样 我们有时候硬在那里想一件事 想不起来 算了 先不想 因为你执着了 灵感 智慧出不来 去念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反而妄念少了 突然就有灵感 突然把事给想通 真的事有百折不恼是真心 一个修道读书人 那个孝心是百折不恼 你就有方便不穷的妙用 何其自信 本自俱主 你很有热忱 对学生的爱心都不会退 你会遇到种种境界 就会 你那个爱心没有退 你就会有很多方法 灵感会出来 可能也是你的爱心 跟佛菩萨 跟孔子 跟老和尚 起感应到脚 因为他们都希望学生 众生得利益 这个都是感应 不可使无亲 有经步心 我们什么事 让父母 惊吓 恐怖 我也遇到学传统文化的 说辞职就辞职了 然后父母 母亲 几天睡不着觉 不知道 这个都不懂 你不能 我学传统文化 我要选择行业 这个 就是我们懂一个理之后 你不能因为懂一个理 反而变得比较 没去体恤别人 你直理费了事 那你那个理就是产生执着 那个理变成什么 把自己那种做好事就强势的性格拉出来 这是对的 谁当我 杀无色 这都不妥当了 好 所以 这个 在重大调整的时候 一定要让父母家人 有一个过程 理解 你不要忽然这么做 他完全不能理解 你也没有主动沟通 那会让他非常散心 不可使无情 有愁闷心 他忧愁了 他烦闷了 你看我们现在探扫这些 我们要反观 现在我父母担忧我什么 担忧我哪个坏习惯没改 你看一想到我们这个习惯 比方打电动玩具 你看父母一想 他忧不忧愁 对身体多伤 闷闷不乐 假如不是因为你 因为其他的兄弟姐妹 那你也要尽力的 赶快去改善这个情况 让父母这个愁闷 赶紧能解掉 我们五十岁的人 你想一件事忧愁 自己都能感觉到 突然气力就下降下来 更何况是七十岁的人 八十岁的人 不可使无亲 有难言心 有一些话很想跟我们讲 怕我们不高兴 欲言又止了 你看那个心纠结 我们当时女人应该让父母有什么话都没有任何负担 直接能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 教养父母啊 要让父母身心俱安 而以养心 尤为重要 你看这讲要 讲解得非常精辟 可是我们要争取下功夫啊 那刚刚刚这个罗先生这段话 这是很重要的指导 离有顿悟 我们现在知道养父母之心很重要 是要见修安 现在我们感受感受 有没有父母很想跟我们讲什么 都吞回去了 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感觉得到 不可使无亲 有愧恨心 让父母觉得 对不起我们的地方 父母假如产生这个心 他会自己 恨自己 你看这样的心念对父母非常的伤 我们学传统话可不能 妈你看你那时候 你看我 我都没有给我哺乳 你讲这个话 父母会 母亲会很难过的 你要去体恤他那时候所承担的家庭 所承担的工作压力 他很想做什么 他被整好 情况逼得没办法 你还在挑这些问题 那真的是会让他很难过的 所以我们 曾经听过王伟杰老师分享 他很一直在让我们去了解 我们上一辈人所属的时代 非常的特殊啊 可能他们都是很为了子女好 可是传统文化这些观念 他也不了解 他以他能认知到的最好的 来对待子女 可是后来可能他会明白一些道理的 他会产生一种自责 这个时候你要让他让人家宽心 不能让他形成这种愧恨心 所以我们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知 智慧 情有过见识根 是有 父有真子 折身不信 不义 故当不义而正知 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 不能父母错的时候 我们还是顺着他 那是信父母于不义了 这就不是孝了 所以 儒家没有余孝 这个读了经典我们就知道了 还有养父母的志向 这是亲所好 立位聚 当然这个志向也要是正确的志向 这个 我们前面的课应该有聊过了 群书制药里面有一段 父母喜好 这个 名利 甚至于是 想用 比方你当官了 用你的官去谋名利 你可以不用照做 父母看你教很有德行的朋友 他叫你别教了 教那些有权有势的 你可以不听 所以不对的志向 你还是要有能力分辨 但是你不要跟他顶 孝顺孝顺 先顺 顺势而为 好好好 不要让他不高兴 但私底下你低调的 不用照着做 还是要以理智 来经营 五轮关系 好 那 这个养父母之慧 最重要的还是 了头生死 父母才能有智慧 父母才能有智慧 那护好 我们这个同仁可能是看到 他可能专注在要跟我打字 还剩两分钟 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要锻炼 你锻炼多了 你可以同时坚固 你锻炼少了真的会这样 时间差不多了 看看今天讲的内容 大家有没有 比方说听了特别有感触 您人生很深的感悟 这个是很可贵的法 供养 可以跟大家简短分享一下 或者 刚刚听了有疑问的地方 也可以提出来 我们上一节课有没有人举手 没有讲到的 我们有请张凯贤学长 请讲话 您的麦克风已经打开了 阿弥陀佛 专件的法师您好 您好 学生 这一节课听得非常受益的一点 就是您说到的 布施呢 就是舍掉自私自利 为别人着想 念念为别人着想 真正的落实三个月 肯定烦恼清智会长 在这个改过的过程当中 这就是在放淡我执 放下自己 这一点非常受益 那么接下来呢 学生有一个问题 想要请教法师 就是修学非常重要的是改过 这一点呢 学生也有认知 但是就是关于具体的改过 所谓不见记 一不入于世 他具体的那个记 寻的这个记 具体应该怎么 世上改 理上改 心上改 就怎么了 就可以勘验自己 哦 是改过了 这个修学呢 有一个减合 因为感觉自己 在修学过程当中呢 就是这个减合 量化的减合会比较模糊 这也是造成自己 懈怠的一个原因吧 就是好像今天和昨天比 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 那样一个变化 所以就是想请教法师 就是在这个改过的过程当中 具体应该怎么改呢 是我们寻求一个 自己最严重的习气 就那个每天看 就是观照自己 觉照自己 我是又傲慢了 还是又贪了 又撑了 还是在念念 为别人着想当中 来放这个贪嗔吃慢语 我们是从正向上的来 付出当中来减弱习气呢 还是抓住习气 也不能让它那个 就是冒出来 就是在这个具体的操作上面 感觉有的时候 自己的念头会很多 自己的习气呢 贪嗔吃慢语是都有 应该怎么抓 抓哪一个 就意识到要去改过 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 和量化简合上面 还是有一些不太清晰 请法师开示 阿弥陀佛 好 谢谢 张学长的问题 这个也是很实际的问题 当然首先呢 它是一心向道 所以希望能够 每一天都有所提升 这个是很可贵的道心 那 了凡事迅呢 谈的事上改 理上改 心上改 这一段教诲也可以多 多读诵 多学习 可能对于我们呢 在心上怎么用功 事上怎么用功 理上怎么用功呢 会有帮助 比方心上 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那最好用的就是念佛 你一发现 有贪念起来了 有傲慢起来了 你要赶快把佛号提起来了 你也会慢慢感觉 这些东西是假的 是忘心 不觉懂 所以从心上呢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念佛 或者我们刚刚讲的 念念为他能想 我们能提起这个心的时候啊 这个我贪我撑我吃我慢 不容易上来 那你刚刚有讲到了 那我到底 有没有进步啊 好像不容易观察 所以古人呢 常用的是功过格 他就每天很具体啊 可以去检查自己的状态 那我们冷静想一个问题 古人要用功过格 代表啊 他们用这个方式呢 才能进步 那请问我们现在的人要不要用 我常常有这个色问 大家发现没有 老和尚要守三个条件 我们要不要守 就是老和尚古人 他们都要这样用功 才能得利 我们的根性不如他们 我们所属的环境比他们恶劣 我们再不下这个功夫啊 那要想得利啊 不容易了 所以都要下顿功夫 从世上 功过格对照 老和尚也强调三根 三根也可以当功过格 我每天跟地质规相不相应 跟十善业照相不相应 当然 你针对你的情况 你可以先以地质规来做功过格 那你时间够的话 那两个都做功过格一起 也很好 那十善业就 就是十条 一关照 我今天有没有妄于两手 其余恶苦 有没有不杀身 有没有脑海别人 有没有不偷盗 我有没有占人家便宜 有没有 不淫欲 不写淫 那个淫字也有 这种陷逆在里面 你滑手机拔不出来 这都算了 过分了 过分沉溺 都属于赢了 这个就是下一个功过格的功夫 那我们看了凡事序里面 有一句榜样 照月到焚香告地 照辩 这也是宋朝一个大臣 他的习惯 每天 到晚上 焚香 跟上天讲 我今天做了什么事 假如不敢跟上天讲了 不好意思做了 不好意思做了 那我们每一天 对着佛菩萨 的向前 当然你对着佛菩萨向前 就是真的觉得佛菩萨就在你面前 那我今天做什么 跟佛菩萨禀报 假如 这个不能做的 禀报会很不好意思的 慢慢慢慢就 不应于做了 你看做了这些事不对的 还跟佛菩萨讲的自己 怪难为强的 所以古人都有这些很好的榜样 给我们看 我们可以 奇恶效法 你常常听经 你遇到事 就用经教来思维事情 这个就是从理上去改 以理则情 今天我们在做事的时候 我们建立了一个态度 我要用 主事道的教诲 来思维 来处理事 那就不容易 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去做事情 你甚至于就在做的过程 就用这些教理 在调伏自己的情势 调伏自己的习惯 这样错都不至于太偏 甚至于可以及时就可以止住了 那当然我们在修行的过程 从心上改 这心是根本 就观心为要 但是不要 这个修行 又产生执着 我这一段时间 就修哪一个就好了 其他的我都不修了 你每天遇到的情境那么多 你会起的心念那么多 是吧 哪有说我这三个月我就修一个不怨人就好了 那你遇到顺境的时候 那你那个贪爱心起来了 修还是不修 所以 一个人 从心上去下功夫的时候 他的观照能力会 随着这些境界的锻炼提升 不会说一个人 观照的能力 他只会观照到傲慢 他观照不到贪心 所以这个观照能力 他会随着你在世上的锻炼 他会慢慢提升上来 我们常常 听老人家讲经 他老人家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 我们自己不要家 一定要怎么学 有时候我们那个一定的建议 是我们的执着点 又去影响别人也这么执着 连精进修行 都有可能出现执着点 我就遇过一个同仁 他自己干 这个海口四十几 刚好谈五輪关系的 他自己学了觉得 有受用吧 他就跟同学们说了 你不从这个学 你不行的 你学不上去的 后来被我知道了 我马上当面跟他讲 你别害我 这逼得人家一定要学这个 那他自己也很用功 他就以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角度就形成一种执着 说实在的 你那个执着净不去掉 你最认同的那一套光碟 你也不见得真的有深入学通 所以最重要的是心地 不要出现执着点 但以妄想分别执着 不能真的 所以我们修行的敏锐 你不要出现一种执着性上来 其实你越敏锐是感觉得到的 人一有执着 身心就不是很放松 所以当老师也会这样 你一定要这样 会给对方压力 其实自己也会绷得比较紧 所以这个 我们在自行化他的时候 也要继绑自己的心上 出现执着 甚至出现比较刻板的方式 一定要这样 其实有时候那个一定 那个对于人的关机就不够了 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 甚至于同一个人的情况 他今天跟明天可能状况又不一样 他去年跟今年又不一样 所以那种因财施教 不只是不同人 同一个人 他都要试他的情况 所以你看那个中医 那个开药方 他都要了解 有时候你的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 一天开一副 他比较精准掌握你的状况 不然怕开的药对你不利 好 以上回归 师父您好 有一位学长 他就您刚才讲到的那个 孩子打游戏的案例 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师父几率说的半夜还在玩游戏 诸如此类 如果自觉功夫不够 是否可以先不横顺 尽量做好自己该做的 内心不是逃避的态度 怕反而双方都更加的烦恼 所谓拳法 可以这样实操吗 请问师父 这是 有一位 抱歉 你再讲一遍 我刚刚 好的 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 其实弟子也没太看懂 东雪学长他说 师父举例说的半夜还在玩游戏 诸如此类 如果自觉 功夫不够 是否可以先不横顺 尽量做好自己该做的 内心并不是逃避的心态 是怕反而双方都更加烦恼 所谓拳法 可以这样实操吗 方便方法 拳抢方法 那我了解他的意思 他是 根据刚刚说 他的先生玩游戏 先生也打游戏 对 然后 他叫先生别去了 那先生说 那你也别去 到场了 所以法没有定法 法没有定法 所以我刚刚什么都没说 大家什么都没听 很好 大家问的问题 都是进一步去思维 我们刚刚探讨的内容 那像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是站在要帮助先生的 这个立场上 那我们要帮别人首先是什么 你自己要立得住 所以帮别人要度得量力 假如说现在你 你不去到场了 你可能自己的正念都保持不了了 那你 先生这一个情况就变成鞭策你 赶快提升上来 到你觉得可以了 你再这么去雇命他 这个就是理智去判断 当然 我相信你也会提升得很快 因为你那个心还是很切 那 事后 你先生 也会从你的做法当中 学到 你是理智的 在处理事情 所以你只要用对心了 用对法了 你所走过的路都没有白走 但这里要提醒一点 不要 又形成 对道场的依赖 有些我看 挺精进的 每一次都到道场去 但是他形成那种依赖心 然后恐惧 不到道场我会怎么样 我会守不住了 我会退转得很快了 那 有时候 那个时候是你对峙你 很容易担忧 的新的一个世界应运点 所以老师上特别提醒 学佛 是要放下执着 不是执着 换对象 当然你依赖一下 你也跟着提升上来 那个就事论事是可以的 假如你依赖了 你没有提升上来 这个依赖的 劲更重了 那这个就不走当了 有人 他善有为依 他依止在 正法道场 可是你依止是为了提升 你的境界 你不能 依止的最后变成依赖 自己也提升不上去 这一点就要客观 去判断 张学长好像又举手了 张凯贤学长 阿弥陀佛 非常不好意思 赞愿大家公共的时间 法师您好 就是您刚刚说到 学生提的那个问题 学生还有一点小小的疑惑 可以补充的再问一下吗 可以 可以 请说 就是您说到这个 世上 理上 心上 改 学生呢 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一种情况 就是 也在每天认真的有听经 跟着法师的一些课程啊 包括之前的 幸福人生讲座等等 那么就是 在听了一些的时候呢 就是 就是道理有听了很多 感觉在对峙提起的过程里头 是否应该是 集中的几个道理呢 就觉得 道理有很多 反而呢 它的力度 都是比较 就是力度不够了 说出来 今天这个事情 是这一句道理来解决了 明天呢 又遇到了一个 自己出现偏差了 心念上 又是另一个解决了 就是每一天感觉到 用到了很多的尖叫 但是呢 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情况 哎呀 哪个尖叫都解决不了了 这个尖叫的力度 就感觉有点不够 就在这个 自己修学的过程里头 又遇到了这样的一种困惑 请法师解答 谢谢张学长 提的都是很实际的问题 首先呢 可能我们 有点着急了 就是希望 快一点提升 快一点能够突破 这些问题 召集了 你反而在境界当中 安定不下来 不容易 提起正念 大家自己去感受感受 当你的心很安定的时候 你很容易反观 很容易观察到问题点 当你的心比较急的时候 你反而 比较不容易反观 也在处理事的时候 也不容易有灵感 所以心的安定 很重要 但其中一点 当我们学到 有太着急 哎呀我怎么还没改过 哎呀我怎么 这个急的心上来的时候 心容易不能安定 唯学第一功夫 要降得浮躁之气 定下来 那 你不着急的时候 你能安住当下 我今天 遇到哪些境界 我认真对待 比方说 今天我因为什么生气了 我知道我心念哪里不对了 我每经一件事 就让我对观自己的心 更敏锐了 每经历一件事 让我对跟这件事相应的道理 更加深刻 那你深刻之后 你就会下功夫去 改它 你就随着 就好像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面对境界清楚 最近 我在考哪一题 你自己就会有感觉的 像比方说 我们体会到了 我烦恼 都是因为 我有要求的心 你体会到了 你会在哪里观察 自己有没有要求的心 你会就会在一切死一切处了 诸苦皆从 安育起 我有贪求了 你有这个体会了 体会的越深了 比方说你经历一件事 两件事 三件事 你都有感觉到 我有贪求 我有求他 你学那么久了 你怎么还没做 这是贪求 求他要行到了 我已经对他 做了那么多了 他怎么都没有一点表示 你求人家回报了 这个都是求的心 为什么了凡世纪说 从心缘引微处 默默昔地 所以我们 会随着 你每天经历的事 会对我们常常会起的这些习气 警觉性会越来越高 你就会去对峙它 像我有一段时间 工作量很大 不是一段时间 基本上工作量都挺大 但是那时候我就会常常想到 辽凡先生说 过除笼踏而触念皆通 事情可以多 不要产生烦心 现在就是考我 事情多 不要起烦躁 不要起 怎么又来找我 这些念头的 能越敏锐的 不起这些心 老上说 佛菩萨祖先承担 你把心用对就好 那我就关我的心 事情就不复杂了 我心用对就好了 你说 可是事还是那么多 因为你心用对了 你就会及时跟人家沟通好 我现在情况是怎样 你不会起情绪 一起情绪就沟通 都是反而负面效果出来了 你很真诚 抱歉你这是急不急 假如不急 我们不可以后天还是什么 你就会很心平气和的去处理 去应对 静来不去 静去不离 都是在这里练 所以修行应该不可能离开你 你当前的这些静缘 包含你在听经的时候 在熏的过程 其实也会很自然 这都不是刻意的 你在听的时候会 忽然会跟你的 当前 最近所遇到的境界 会起一种关照 所以你的用功其实不会离开你现前的这些本分跟英语 所以我们把心按下来 佛菩萨安排 因为我自己也感觉好像很 这一路走过来好像有一段时间考的是哪个重点 一段时间考的是哪个重点 但是并不是我刻意要去练这个 是那个境界就很自然 让我自己产生 一定要练这个 不要去要求别人的心 当然我们刚刚说的 你要练练为他人着想 那个是一种总刚 这个总持法门 为什么 你念念为人想就持悲心 你持悲心能提起来的时候 你很多从我延伸出来的习气 你就下去了 好 以上回馈 阿弥陀佛 阿师父会比较辛苦 还有一个妙音其实刚好问了 关于念念为他人着想的问题 您看要不要念出来您听一听呢 好 还是最后一个问题 好 可以 他说阿弥陀佛 他有些疑惑 他说为什么要念念为他人着想 好像没有都是念念为我着想 他说 为诵经 为念佛 为保持自己的清静心 没有那么大爱 慈悲 都是能管好自己 别人怎样 与自己没关系 自己有时间修学 学习 保持自己的清静心 那种念念为他人着想 说太理想了 他认为 阿弥陀佛 您看这样的问题 应该怎么回答呢 好 我们修学上 我们刚刚 讲了 我们复兴一下 我们探讨还是 focus focus在我们今天的内容 这样 大家可以深入我们谈的这些内容 比方说 我们刚刚说 我们学习 态度是法器 第二种叫乌器 这个杯子不干净呢 为什么不干净呢 坚持 己见 因为这个法是老儿上教我们的 那你现在这些想法 那不跟他老人家抬杠了 那我老 那个善知识的话 我们还有自己的想法那么多了 那他就很难知道我们 而且啊 我们的目标是去其他世界 你只管修你自己 莫管他人 哇上双 那这是二层 二层人的习气 他很 很喜欢清净 他不喜欢度众生 二层种不生 极乐世界 是一针法界 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是弥陀一层愿海 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 一切皆成佛的 同体大悲心 出来了 那假如我们依然是这个想法 那无量寿经 我们也 念不进去 愚诸众生 恕若自己 那这句怎么受辞 受辞不了了 不是叫你攀缘去帮别人 不是的 当那个缘有了 你不去管 那不是建议不为吗 那这连情意都没有了 那可能我们修行的重景就变成了 我们要重视义 无情不能修道 皇帝主老基斯说的 没有情意 你修不了大乘佛法的 情不空 不能正道 你有情意 但是你也不能产生 情指 有些人对国家 很忠诚 你看岳飞 那么忠诚 我们很佩服 但是他这个放不下 你六道你只要有执着 不管你执着什么 你就出不去了 因为六道是执着变现的 不是谁逼我们 我们是明白这个道理 都是自作自受 不干别人的事 地狱也是自己的心 是变的 是自己的业力变现的 所以不是佛 也不是老和尚 要我们一定怎么做 我们自己要明白道理 我自己要去哪 我有没有反观到 我的习气 一个人修学过程 你过去生的习气 都会现前 你看不到 你就不知道在哪里下功夫 这个心态 就是小乘习气 可能现前 这个都要对峙 最重要的还是要听老和尚的话 不好意思 讲得有点直接 因为是妙音 这个不是明智的 就可以讲得比较直接一点 有明智的 又在现场的 那就不一样的缘 那今天 先到这儿吧 好 好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